Shake your shake your heart Shake your shake your heart 每天都在出發 孟羅主持你來得正好 剛剛總醫師好像有什麼建議 總醫師要不要直接 當著孟羅主持面前說 說 說 說嘛 沒有 我沒有建議 我剛剛說學姐美若天仙冰雪聰明 就外貴中物難怪我要跟她 好了 這些我都知道 你剛剛到我家聊是嗎 好啦 吳醫師 聽說你那個未婚夫是這個廚師 對啊 你們幾個 怎麼會消息這麼明瞳 怎麼知道啊 那是當然的 可是很好奇 我們怎麼在一起呢 對啊 這個廚師到底是出了什麼 厲害的招式 融換這個冰山美苑新的路程 難道真的 因為它是個小鮮肉 所以 我才沒有那麼空前 更何況了 小鮮肉也是有保存期限的 過了十年之後 就會變成老辣肉 我說是不是啊 怎麼是 什麼 對嘛 我就說學姐 怎麼可能會是因為小鮮肉這個 是英雄所見 略同 是 那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我真的可以在你面前說 有什麼不可以 說出來大家分享一下 那好吧 我就開始說囉 這一切啊 都要從我去加勒比海的第一天說起 快出來 請教授 開放 開放 把酒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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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 一切是那樣的美好 拋開所有煩惱與壓力 我覺得非常的放鬆 在藍天海景的襯托下 我就漸漸的睡著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醒來時眼前有一個人 他背對著我 你是誰啊 你醒了 你... 你怎麼會站在這裡啊 不好意思,我沒有惡意 我是看你睡著了 太陽的角度又一直改變 你的遮陽傘根本沒辦法幫你遮陽 我才想說站在這裡 幫你擋一下太陽 你睡著 大概兩個小時吧 兩個小時 所以你站在這裡 擋了兩個小時的太陽 是啊 謝謝你 這也太蠢了 長時間曝曬在陽光下 是會得到皮膚矮的 一點基本常識也沒有 他一定是腦子壞了 被慕容組織迷得團團轉 轉壞了 這真的是太浪漫了 罰站兩個小時 只會幫你擋太陽啊 要是一般男人 看,多等個三分鐘 就在那邊哀哀叫了 所以慕容組織 你遇到全天下最浪漫 最天性的男人了 好好哦 寧願自己得皮膚矮 也不讓女人得皮膚矮 這才是真心人嘛 嫁 這個男人一定要嫁 冒著自己得皮膚矮的風險 也要保護你 這種男人哪裡找啊 你不嫁,我嫁 在說什麼 他在哪兒,還在那邊 好幸福哦 早點 真的 我聽到整個人都麻了 OK,你開避合照 我手機沒有帶出來 真的 他要記得要給我看 有太多放鬆 夢如怎麼可能 這麼簡單就被吸 學長 學長 你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真的不懂女人 他們要什麼 不要什麼 喜歡什麼 討厭什麼 真的沒有一個標準 學長 你在說什麼 什麼標準啊 你們說 為什麼女人這麼難捉摸 學長啊 這個道理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呢 你不懂女人 你也不懂男人 你除了你自己本人之外呢 你根本不懂任何人啊 學長 這當然懂人啊 你看 我們不是剛剛跟完學長的刀嗎 學長總是很細心的避開 每一條血管跟神經 一刀一刀 一層一層的往下劃開 這正是因為學長對人 療落執掌 才能辦得到的 不是嗎 蔡三金 你說的是學長的醫療技術 是對人體的了解 跟人一點關係都沒有好嗎 怎麼會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學長了解人 他才能立刻做出正確的判斷 如果學長了解人的話 以他這樣的條件 會輸給一個做沙拉的人嗎 這當然不是學長的問題 這一定是孟柔學姐的問題啊 怎麼會是孟柔學姐的問題呢 怎麼 你們說完了沒有 還不去做事 是 學長 學長 你也不要生氣嘛 我是要幫你解決問題耶 幫你解決 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 還有孟柔學姐的問題 好啦 幹嘛拉我出來啊 話都還沒講完耶 你再繼續說下去 神刀才真的被你弄到昏倒了啦 兄弟 我瞧不起你 你根本就是個孟柔 成天之想的討好別人拍人馬屁 你惹毛惹人是神刀耶 是福大的第一把刀耶 你這樣子 對我們兩個的實習 一點幫助都沒有啊 算了 還沒跟你鬼扯啦 來 下個要換藥的是歐陽博通耶 歐陽組織的爸爸 完蛋啦 我跟你說喔 學姐的爸爸一定是一個更厲害的 武林高手 可不是嗎 搞不好整天吃鐵丁 是個會鐵殺死的男人 我跟你講啊 會不會我們等一下換藥的時候 一不小心弄動他了 他一拳過來 歐老師我們不死也半條命耶 我隨便講講的啦 你還當生了耶 我看你是武俠小時候看太多是不是 我是說萬一嘛 你想想看喔 學姐每次一拍我們的肩膀 後來都歐陽耶 你怕什麼啊 學姐他怕躺著我們站著 而且善氣加上開刀 武功再強也費一半了 我們是年輕人啊 身體強健啊 有什麼好怕的 有道理 那那走吧 蔡三姐 為什麼我就會跟你在一起久了 我的智商跟反應都降低了 而且還變得很幼稚啊 這樣有什麼不好 正好可以磨磨你這個 逞胸鬥痕的個性 培養你謙遜溫厚的品格 那不行 我是GENIUS NAZOWSKI 我有我自己的特色 閃開 你不知道人都是會改變的嗎 變得越來越好 有什麼不好呢 你說話啊 看起來不像啊 對 我覺得我們還是小心微妙 搞不好生長不漏啊 好 包先生 我們來幫你換藥囉 歡迎光臨 歐陽先生 我們來幫你檢查一下傷口 好 看一下啊 看傷口就好 別的不用看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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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臨先生 你的身體恢復得很好 既沒有出血也沒有腫脹 那應該不會死 不會死 不會死 只是你大便跟小便 還是要特別注意哦 如果便沒有情況 你一定要告訴我們 千萬不能自己用力 知道嗎 好,知道,謝謝 來,換藥吧 小心啊 體格不錯哦 腹部至少腹肌有八塊 腹子拉下來 雲南縣肯定很明顯 小腹肌看起來也頂股 應該挺有力的 你幹嘛 你有屁股 不好意思 我老婆病又犯了 又犯了 不行啊 不行啦 而且啊 人家也不可能 你幹嘛 這 欧阳爸超奇怪的 他一直在看我胸部啊 你們兩個是不是 我女兒的學生啊 是 是哦 那就是一家人嘛 幹嘛一直叫我欧阳先生呢 太生疏啦 那... 那要叫你 施工嗎 施工 那好 不然不用叫施工 叫我欧阳 蛤 欧阳 對 欧阳 幹嘛啦 不是要換藥嗎 對...要換 要換 我還在寫這個 我要先做紀錄 我先做紀錄 來 你身材真的不錯耶 能不能做個伏地挺身 讓我看看 蛤 我... 那... 養我起座也可以啦 我只是想看看你腰力夠不夠啊 腰... 歐巴先生 請你放尊重一點 我是醫生 我... 他是主持的爸爸 你得罪了我們時期忘過 歐巴 他不做沒有關係 我來做 歐巴 那你要我做幾下 做到我很疼為止 這樣啊 你... 體力也不錯啦 可是啊 還是你條件比較好 是快普約不... 爹地 我來... 小蘋果 我來... 我來看你 你好一點了嗎 爹地啊 我們不是說好了 怎麼又來了 對不起,我又忘了 什麼 起來啊,你在幹嘛 來,謝謝 以後我爹地叫你們坐福利停車的時候 你們不要理他就好了 好啦,沒有下次了 我自己也知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現在不應該看到不錯的少年啊 又笑聲了 爹地 他們兩個是醫生啦 可是你要找人啦 下次我再幫你找人好不好 好啦,我答應你不再亂想 好 可是說真的啦 你看到條件這麼好的 那個念頭又會跑出來 要說好了 你不可以這樣哦 好啦 好啦,我控制一下 好 好 老爸,你怎麼跑出來啦 哪裡不舒服嗎 沒有... 我女兒說什麼 叫我一定要下床走一走 這樣才能促進大腸蠕動 才不會便利 歐陽組織說得對啦 這樣子傷口癒合比較快 那你小心一點哦 這裡亂抽什麼 怎麼那麼重啊 手臂手腕很結實 上下這動作也很協調 也懂得怎麼用力 一看就知道是練鐵餅 跟千球的奇才 可惜啊 年紀太大了 快點 幹嘛 我臉上有什麼嗎 沒有 有沾到什麼 沒有啊 那我爸幹嘛有一個... 有一種鬼異的眼神看著我啊 阿長 阿長,要不要幫你啊 不... 不要 我自己來就好了 小臂子啊 沒想到小小一個護理站 竟然握舞長龍啊 不... 你覺得我爸看著我的眼神 你好像是對我有興趣的 不可能啊 當然是這樣看成立的 不要講太多了 手臂粗壯有力 下盤重心沉穩 是練給這種難得一見的好人才啊 也是很可惜的 晚了二十年 現在要練恐怕也練不起來了 不好意思 阿伯啊 你幹嘛捏我啊 不要叫我阿伯 會被你叫老 叫我歐爸 剛剛經過我這麼一年 我可以確定 你是只會吃飼料的肉 你再不好好運動的話 很快的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變得鬆滑狂 全面下垂 要找個百年難得一見的亮女奇才 真的比登天還難 下垂 我才二十幾歲耶 鬆滑狂 你幹嘛 你們兩個現在演哪一出啊 這麼噁心 這麼噁心 這麼噁心的事情 你有病啊 大病幹嘛 不是啦 我只是想知道那個歐爸 他 他 他 捏你屁股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真的滿有彈性的耶 廢話 又在練腦 當然有彈性 你說真的阿伯 今天你捏我手臂 說我是老闆 你們有沒有覺得他哪裡怪怪的 其實是怪啊 那個歐吉桑根本就有神經病 誰不多陌生人毛手毛腳啊 我來了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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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休假回來了 我休假也沒有放鬆啊 我怕趕不上進度 在家裡幫忙完之後 就趕快快實習了耶 那你想後 又去哪一刻實習了嗎 秘 秘 你騙人就知道啊 這也是秘密啊 我懂了耶 這有什麼好瞞的啊 施政 我跟你說 學哪一科都可以 千萬不要再回來外科了 為什麼 因為 學長的前女兒要結婚了 新郎不是他 夢龍學姐要結婚了 你跟誰啊 加勒比海漂亮的小鮮肉 對 學姐為了小鮮肉 放棄了福大幹事熟成的牛排 所以現在學長就像腳下踩著地雷 隨時都要爆炸耶 你們兩個就是不會看別人的臉色 所以會被地雷炸到 神刀的臉啊 就像是得了顏面神經事態的眼疆症 那有什麼臉色可以看啊 對了 萬一學長明天問我們說 女人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要怎麼回答啊 你就回答他 我又不是女人 怎麼會知道 不行啦 你這樣子回答 不死也半條命了 這一 拜託你 你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教我們怎麼回答他 他也不是女人 你問他沒用 那時珍 你有什麼好方法嗎 你問柳時珍也沒用啊 他這麼笨 又這麼不細心 怎麼會懂 像莫柔軒那樣 那麼有女緣為人在想什麼 實在 又你這兩個臭男生了 你地裡炸死了 算了 我們走了 不關我的事啊 你又買什麼名產啊 我都買屁股的啊 你怎麼看啊 你為什麼要一天到晚 惹入我們的室友啊 這樣子對我們也沒有幫助啊 好